提到中国中野 我们都知道它是我国著名的央企 在世界500强企业当中排名第109位 很多国家级的地标建筑 比如说北京鸟巢 人民大会堂 金色大厅 上海迪士尼等等都出自于中野之手 它旗下的地产板块中野之夜 通过了13年的发展 在住宅和商业体系方面 都有着成熟的产品了 恒情口岸中野设施国际广场 正是在开盘当天 创下了18个亿的惊人销售额 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 中野之夜位于恒情的纯住宅项目 中野一景花园 中野一景花园 位于恒情大桥桥头堡 国际居住区核心区域内 搜出的位置是珠海最具国际化潜质 最宜居的区域 项目占地面积17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 容积率低至1.35 属于超低密度的高绿化高舒适社区 首先我们项目是位于 我们恒情国际居住区的第一个项目 所以说我们恒情国际居住区 也是打造了我们整个越港澳大湾区的 一个半个小时生活圈 所以说在交通方面也是十分便利的 首先我们旁边的湾区CBT地方 有我们广州城际轻轨站 您从我们这里步行出发到那里 也是十分的便捷 可以坐轻轨直接到达我们的广州 而我们再往下看 有我们澳门的恒情口岸 您从我们这里出发到那里 直接过关澳门 也是十分的方便 而且这里也是一个24小时随时过关的口岸 再往上看 我们有我们的九州港 从我们这里出发到九州港坐船 您可以说到达深圳十分的便捷 而从我们项目到达我们边上的 今晚的珠海机场 也是十分的便捷 您从我们这里出发 随时到达我们国家的任何一个城市 都是十分方便的 中野易景花园 周边生活配套也日渐完善 华发融洪教育体系的恒情幼儿园 恒情小学 恒情中学 都属于公立学校 教育资源优质 费用则比市区更低 医疗方面则有恒情医院 恒情二院 以及美国麻省总院 在中国开设的首家分院 您再像商业这边 我们既然拥有我们的恒情口岸 那我们的商业力量 肯定也是十分强大 整个口岸服务区 是一个大型的商务综合体 所以说恒情这边整体的 无论是说教育 医疗 或者商业配套 都可以说是十分全面了 在产品方面 中野易景花园 总共有39栋 分为两栖开发 以碟数 多层洋房 以及小高层为主 小区呈点状分布 户户东南朝向 而且各楼洞之间错开 力求住户景观享受的最大化 那么我现在走进的是 中野易景花园 171平方米 四房两厅三位的 半富式户型 那么什么叫半富式呢 等一下为大家来揭晓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客厅 这个客厅呢是一个 7米2长的一个竖条形的客厅 那么外面呢 还连接着一个 6米8长的大阳台 在阳台对面呢 就是我们的小横行山了 那么这个户型呢 可以说是南北通透 所以它的通风和采光呢 都是一流的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套房 这个套房啊 非常的大 但是呢 它并不是主人房 我们可以用来 作为老人房 甚至是儿童房 可以说呢 都是非常的舒适和实用的 那么我现在呢 已经来到了二楼 为大家解答哈 什么叫做半富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户型的概念 那么整个二层呢 其实都是由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主人间的套系所组成的 与楼下的结构呢 是有所不同 包括了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一个衣帽间 以及我们的一个超大睡房 在这里啊 还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啊 我们整个主人房的这样一个套系设计呢 面积都是属于增增的 因此啊 这样一个171平方米 四房两厅三位的半富式的户型呢 不仅可以轻松满足三代人的居住需求 同时呢 还兼顾了独立性和舒适性 中野一景花园 世纪横琴口岸综合体中野盛世国际广场之后 中野在横琴打造的第二个项目 目前在售的产品为98平方米 至171平方米的三房四房产品 价格为46,000元每平方米